取消強積金對沖爭議多時 勞資雙方一直未就方案達成共識 而政府早前亦再拋出新方案 考慮將獻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比例 維持在月薪三分之二 但僱員領取上限就由39萬降到20萬 假設僱員月入15000元已經工作三年 在舊方案下僱員最終會得到49500元 僱主就要付22250元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至於新方案下僱員最終可以得到57000元 而僱主就要付3萬元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如果對比兩個方案 新方案對僱員的保障會較大 相反僱主就要付更多的錢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就表示 希望盡快完成勞資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港級在10月施政報告中公布 否則目標在年底前交出實際方案 他又說政府願意落水協助中小企儲錢 以應對取消強積金對沖 我們現在構思是構思的 所以在計算數就是這樣 構思就說可不可以有個計劃 是幫那些中小企儲錢 當10年之後政府的補貼完了之後 那個所謂的補貼期完了 他能夠有足夠的儲備 應付到員工 他到時真的有些遣散的時候 長服金足夠應付到的 我們現在正正朝這個方向 還有一些數據分析 在這個數據過程裏面 政府的承擔就是多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原本現在的方案 我們估計現在的方案是79億的補貼 但是如果政府的補貼是多些的話 才能夠鼓勵他存錢 他能夠存錢職的話 他給員工的過渡期是少了的 政府的承擔是大了的 就是我們透過政府的加大承擔 來確保他有足夠的儲備去應付 至於合約工事的問題 張建宗就鼓勵勞方 應該持開放態度看待 又說明白合約工事 和勞工界的訴求有距離 但強調目前只是起點 而不是終點 未來會逐漸推進和改善 相信最終可以達致 接近標準工事的方案 LiveTV記者陳英倫報導 自己會打到 刀 分析 體驚訝 結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